新瞻记者王小薇来了 本期没废话没祝福没求赞 只有一颗连夜干视频的心 接下来两分半啊 带你总结3.5前瞻的所有内容 对话码在此评论区自取 首先藏了那么久的卡池 终于揭开帷幕 上半迪西亚赛诺 下半审礼深賀 傻了呀 米哈游耍了所有人 压根没阿贝多的事吗 阿老师继续保持批评的状态 同时还有尤拉继续刷新未复刻的天数 小姨则是成功插队 这样的话就有些纠结了 简单讲下抽取建议 迪西亚小机能有点阿贝多的意思 在圈内造成火元素协同攻击 还能增加抗打断能力 大招很帅但可能容易空 目前小机能看起来很实用 强度要等之后实测 专舞延续了赛诺尼鲁的风格 有点一言难尽 赛诺的话打击化强度在线 不介意剪史克狼的可以抽 至于灵华和深賀 本来以为米哈游 会让大家在海灯节后休息一下的 但现在看来是我想太多了 首选灵华没什么好想的 灵命就够 难受的是深色 抽取建议我一定是推荐的 但总归要先有灵华再有她 所以这波如果要同时拥有 原始花费恐怕不小 还有也来看看米卡的具体强度 米卡可以提升攻速和物理伤害 物理馆来了 大招是奶可以帮助角色 依靠普攻回血 然而尤拉愣是不来 第二点 双子魔神任务终于要来了 剧情党等的太苦了 而且这次还会带上凯亚 重点是 魔神任务开始送粉球了 每完成一段送一个 实话实说剧情虽好 但之前给的剧情奖励真的少 这次总算是大方点了 不过也可能是老米发现 有不少人开始摆烂了 总之是好事 第三是活动 大活动 风花节固定的 还会松把武器 小活动震惊实验 之前有过的 熏兽这次也再度降临 阎王帝君又要出征了 不过玩法有所区别 还有双倍地脉 有香自吸来 之前也有过 所以活动上心意不大 不用太关注 最后必胜客又跟原神搞活动了 有翅膀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3.5前瞻的全部内容了 终于听一下赛诺最新的冷笑话吧 又看到大兴风车了 真亲戚 李姐 距离你上次来蒙德 隔了很久吧 不是 那行 风车应该也能算得上是一种 大风机关吧 那么虚迷人在蒙德的形象 算是彻底完了 啊 啊 不是